台湾的公車很恐怖 很危險啊 我們上次不是三個人一起乘也飛走了嗎 不啦 我那個角度還叫你幫他撐一下 吃完飯那個阿姨就會 就是會起來幫忙收嘛 然後就會說哇不用啊 有其中一個人 他就說喔好啊 然後就去沙沙包手機 然後到廚房我就把一些玩弄起來說 看到他有多沒禮貌嗎 他都不幫我收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反而不是跟他說他不需要嗎 昨天我們在我生日的時候 我們都做了一個很棒的活動 對 那是很快 那是很快 那是很棒 我們可以拍照 嗨大家好我是VV Oh my god 我最近在感冒 我是黑兜 我是傑克 耶好 今天應該是我們第一次錄Killotalk單元 我們之前像最後一次這樣做的 像是我們同居的時候 好所以我就想說我們三個女生 就可以來聊一下女生的東西 或者是生活在台灣外國人的一些 一些話題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是要討論 我們三個外國人住在台灣那麼久 最不適應的東西是什麼 OK我先說我是11年 住台灣幾年 5年 大概要8年嗎 妳最嫩 5年 妳是阿嬤 我是阿姨 我是阿姨 我先開始說好了 我現在目前住了11年第一個地震 到11年我還是沒有辦法去施林 上個月台灣大地震我快嚇死了 我們的廚房玻璃杯都碎掉了 超級大那個是我11年以來最大 然後它超鎮定 就來靠狗 我每一次地震的時候 心跳得非常非常快 感覺我 我感覺我的心臟病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我還是沒有辦法施林 有沒有很多 太多了 不是阿 我覺得沒有那麼多耶 第一名15 沒有吃到一個非常 就是會覺得什麼東西都一樣的味道 不是炒飯就是炒麵 不是炒麵 不是炒麵就是火鍋 不是火鍋 那就是辣的 不是辣的那就是炸的 不是炸的那就是 然後就回到炒飯 還有滷的 阿對阿 也是阿對阿 還有很多吧 對啊可是那法國呢 法國有什麼味道 炒麵包 沒有我就比較喜歡吃西西的 對我覺得是妳的口味 好像是妳的問題吧 我不覺得是我的味道 很多外國人應該是跟我一樣 沒有 我都比較喜歡在這裡 那妳的第一次 我有兩個 第一個是交通 因為我是在這邊學開課 拿到駕交之後 回比例時 我還是在那邊 發了很多錢去上課 因為我覺得 台灣人太簡單嗎 對啊 我不敢開車 在比例是第一堂課 我跟他講 其實我已經過 拿到來生 我可以 但他就問我幾個問題 我都說 我不知道 然後我都一起開車 他說 OK 不要上公司公路喔 很危險喔 哇 除了開車有其他的交通問題 公車 台灣的公車很恐怖 很危險啊 我們上次不是三個人一起撐 也飛走了嗎 噢呀 我那個腳還在幫他撐一下 對 對對對 就是很快啊 很衝 覺得一下是breakbreak 過馬路那些呢 有沒有 我覺得妳要假裝妳在越南 都不要看 對 欸如果妳看他 他就看妳就是 喔他有看我 不用停 他就一直 我覺得這裡的人 比較不會讓 比起罷過 是有規定嘛 你讓行人啊 國外黃燈就是 欸快要紅燈了 要停一下 台灣人的時候就 有紅燈了 那OK 我要講我的第二個 台灣的英文字母發音 比如說 H L 你看妳比我懂 N X他們不會說 X X 曾經有人問我 請問一下妳是Jackse嗎 你是Jackse 對 就這種英文的發音 我還完全沒有辦法適應 當然我可以聽得懂 但是 我講不出來 我們早上我們裝那個網路 他也問我們 我們的密碼要什麼 我想到有點 痾 我有點到現在聽不懂 所以我講了兩三次 太真實了 對 欸有時候妳打電話 有時候妳要講妳的E-mail address 對對對 我也是 我又沒有超長的 U又有M又有N又有F 然後我每次講完 他們每一次一定會有兩三個錯 因為我講不標準 就是不是台灣標準的英文 台灣標準的英文 這也是也很好笑 妳第二個 妳選一個吧 什麼妳說 我感覺我都講過很多次耶 在每一個頻道都會講 就溝通啊 就是講外方式啊 就會覺得我們太直接 有些人就 會受傷 可是就比較快而已 就不會拐彎抹腳 不會玩轉 喔我很討厭 欸我覺得這個難看 我不會覺得 喔我覺得這個沒有很漂亮 也很像昨天我們不是去錄那個Podcast 然後我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是可以跟我說好還是不好 可是那個男生他就開始跟我解釋 為什麼要blablabla 然後我就說 No Just answer the question A還是B 很簡單 會變成本來一分鐘可以解決的問題 或者是要討論的事情 都贏大 然後到最後也沒有答案 我覺得台灣人或者是 我也是啦 我會擔心太直接會 因為我們會站在你們的角度 如果是我的話 我聽到你們這樣子講 我可能會痛 所以我會以這個標準去回答問題 所以我會以這個標準去回答問題 因為如果我覺得受傷 那別人一定會覺得受傷 那別人一定會覺得受傷 我的出發點是這樣的 就會覺得反而不直接就會覺得 你到底為什麼不想講實話 這個這個文化 這個沒有辦法欸我覺得 嗯 可是有趣啊 這樣會變成可以討論的話題 對啊 對不起 好 那妳的第二個 我的第二個是 因為我住台北 然後台北的房子我覺得太貴 就算住這裡很久 一直沒辦法買房子 就是會買不起 那我覺得回去比利 所有的朋友都自己買房子 然後我覺得不算是尷尬 但是有一點是 我跟他們很不一樣 這個我也有共鳴 因為在我馬來西亞的朋友 我這個年齡 已經至少有一間 或者兩間 我們會去討論的東西 大安區那邊新發展的那一區 欸多少錢 欸你覺得可以投資嗎 我們的話題已經是這樣 你會想要在台灣買房子嗎 你會想要 如果買得起的話 我覺得可以啊 你買房子你就綁在那個地方 還有貸款什麼的 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我Future Boyfriend 已經有房子了 所以 對 不用擔心 我是這麼覺得 我是覺得我爸媽有一棟房子 所以這一棟是我的 slide into my DM 好 那我講我的第三個 第三個 很小 很小 沒有啦 如果你們有去講這個 我就沒關係 這個不是不適應 這個是反而是我回到馬來西亞 我不適應的東西 就是台灣太方便了 方便到我們去馬來西亞 很不適應 比如說 我們現在不管我住在這裡 我以前住在板橋 我以前住在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走路三分鐘五分鐘 就有一個Seven 就是你家裡缺什麼 Seven就可以解決 電費水費什麼 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一個人 我不用任何我不用家人 我不用第二個人來幫我 你會開車 所以我沒有開車 我只要用腳走 有五分鐘三分鐘就可以解決 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可是回到馬來西亞 一定要開車 是因為你租太遠嗎 還是 不是 就是在馬來西亞 你不可能一條街就兩三個便利商店 對 台灣有點誇張 就是一條街上 對面這樣 三間便利商店 可能有五間 街口我一個Seven 因為這邊不能過馬路嘛 你懂嗎 所以要一邊一邊 對 我覺得我算還蠻適應台灣 因為如果在台灣一年 然後回去幾個禮拜 我可能會進房子去然後拖鞋 我媽媽說 為什麼要拖鞋 然後可能是 你們在你們家不拖鞋啊 不用 他們就比較不在乎如果外面的衣服躺在床上 我現在受不了 還有之前住的公寓 衛生紙不能放進馬桶 所以我可能會在比利時 然後我把它放在那個垃圾桶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到底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 我想問我有問題 那你如果你穿鞋進去 或你的鞋子踩到泥土 怎麼辦 啊 我上次在比利時人 我爸一直狗 連連 然後我就不小心踩他 的大便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幾分鐘之後才發現 Oopsie 導致腿有大便 然後我跟我爸家人家說 Oh shit 然後我就說 Yeah 然後他就 我就自己處理 然後他就不會贏我 就說 Oh my god 你們的家會有多卡片嗎 拜拜 家有 所以你的大便都在卡片上面 我沒辦法想像 Cinderella 因為不是我的錯啊 是狗的錯 然後我說我爸的錯 因為他 台灣人大便啊 是他的錯啊 沒有交好 對啊 那你們有去過台灣人家吃飯嗎 那你們有遇過很culture show 還是很不適應到現在也是 沒有辦法去的 奇怪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家會一直想要你吃東西 就算你說你吃不下 就還要放東西 一直放一直放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做人 還是要吃喔 你就算無法吃喔 你要吃喔 不然你就沒禮貌 我忘記為什麼 誰的生日還是什麼的嗎 還是斷節之類的 吃完飯 那個阿姨就會 就是會起來幫忙收嘛 然後就說 哇不用啊 其實他很想要你幫他 可是他不想講 有其中一個人 他就說喔好啊 然後就去沙發 不知道什麼之類 然後到廚房 我就把一些碗放起來說 看到他有多沒禮貌嗎 他都不幫我收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反而不是跟他說他不需要嗎 所以我才說 他其實心裡是想要你幫他 可是他就會一直跟你說 不要啦 不要啦 你不用 然後即使你不幫他 就會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 這麼沒禮貌 所以我腦子裡是拿著碗 我想說 欸 幸好我拿著碗 對 我說欸 耶 我贏了 OK 好的 住了十一年了 住了五年跟住了八年 外國人在台灣 我覺得不管你在什麼國家 我覺得還是一定有不適應的東西 就算Culture 就算如果你去法國 八年 你在你自己的國家 因為會有一些東西你不懂啊 就不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人之常情啦 有時候你就是要去Adapt 那邊的生活習慣 要不然你會很痛苦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們還是很喜歡的東西 要不然我會選擇 這邊是一年八年的路邊 那麼準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耶 耶 我兩個 這個水喔 耶 還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討論的嗎 今天怎麼回事 今天每天你們的夢時 我才會看到你 我才會坐喊 起訴我 謝謝你 про時尚 án 我們有關